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be 今天做个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又很容易做的煎虾饼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材料有急冻虾仁 一磅左右 已经溶雪 稍为印缸 每只虾都用刀背拍扁 好像这样 其他材料有粟米粒半杯 和芫荽两棵 把它切碎 腌虾有四分一茶匙盐 四分一茶匙糖 少少胡椒粉 少少蒜粉 半茶匙樱束粉 用手捏它两分钟 再搅拌它十下八下 等虾滑起胶 煎出来的虾饼就会很爽口 又有蛋牙 下粟米粒和芫荽 之后再拌均匀 搅拌它五下左右 我们先用保鲜纸包好 放冰箱 雪十多二十分钟才煎 用平底锅煎会比较容易 开火加少许油 用匙巾 拌至一个小小的波仔 像这样的虾球 一个个这样放下去煎饼 不要排得太密 我的饼小 所以分开两次这样煎 用中火煎大约一分钟 转微黄色就反转煎另一面 反转之后就用锅铲 按扁 厚度就自己喜欢 另一面也是煎一分钟 之后要盖一盖盖 再煎一分钟 头尾煎了三分钟左右 虾很快熟 按下虾饼的中心 感觉实的 不是一开始软软软的 就熟了 还可以开大小小火 再煎香脆一点 这个超级简单的 煎虾饼就做好了 喜欢吃虾饼的朋友 请点个赞 分享食谱给家人朋友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出一些 简单食谱 欢迎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一出新片 你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